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凤梨酥 是所有游客到台湾一定会买的伴手礼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来这间店呢 因为这间店它的凤梨酥的手工艺 已经传承了百年 老板娘 你好 你好 我手上拿的是土凤梨 对不对 是 我光是看这里面的内馅 你会发现它跟一般凤梨酥不大样式 细看它竟然有凤梨丝 对 凤梨的纤维完全在这里面 你看 它有四四的纤维 对 里面好软 有点吓到我 因为一般凤梨酥里面的内馅 其实会比较有口感一点的 是 因为你们是属于有些果酱是会化开来 然后旁边的酥你会发现皮非常地薄 是 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 皮跟线的比例拉得刚刚好 然后带一点微酸 凤梨酥之外 我身后这些饼全部 几乎都是你们自己独创的 是的 像是有哪一些 我们现在举例讲 我们店内最文明的有 枫糖太阳饼 它是加拿大的有机枫糖 做成的内馅做的太阳饼 全台唯一 其他地方买不到 是的 全台唯一在这间店才买得到 我可以试试看吗 可以 这个饼虽然它是全台唯一对不对 但是你以为到店里可以试试 其实没有 因为它真的太热销了 所以老板娘没有办法提供试吃 要吃就必须要自己买 因为它肯定好吃 好香喔 它那面的枫糖酱还是软的水分 非常非常地够 真材实料 那个奶香味超级浓 超级浓 很像在吃起司 你知道吗 起司会你越嚼越浓 那个奶香全部跑出来 它完全不会腻口 它吃起来是淡淡的甜味 有那点微微的蜂糖的香气 这很棒 难怪它热销 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老婆饼 其实不大一样 我发现里面特别的酥 这个饼皮 它是沿用新鲜的鲜奶油做的 所以这个奶油吃的话 我们人体是吃了之后 是非常非常地健康的 不会有负担的 对 那吃在嘴巴的话是非常地香浓 烤出来整个空气弥漫的 这种鲜奶油的味道 是非常非常好的 真的 我觉得除了就是空气味弥漫 光现在我自己吞进去 那个微微的奶香还会在我舌尖上 这样子跑来跑去的 超级香 而且重点是好酥好酥 难怪所有客人不试吃好不好 要吃自己买 因为它真的好好吃 这个很棒 超级 除了这个好吃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都是你们自己独创 是 香氏还有哪一些 这个是香氏千层酥 它是爆浆的红豆牛奶酥饼 中间是有红豆泥在这中间 是 它是红豆粒 红豆粒 对 而且是手工的 我们店内有四到五道商品 是外面买不到的 所以很多客人送礼 或者是要自己吃 都非常非常地适合 它里面奶油超特别的 对 好吃 它会化开来 这也是我个人的最爱 你知道吗 它里面这个红豆这个 红豆包 因为包这个奶油馅 它一咬下去 会让你觉得很像 一般饼的那个内馅 对不对 是 但是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刚你跟你的后翼 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它会慢慢化开来 然后慢慢化出那个奶淡淡的香气 然后重点完全不会蜜口 那红豆的部分 你还是可以咬到它红豆的颗粒 对 所以整个整体吃起来 红豆跟奶香的比例刚刚好 很像在吃红豆牛奶 是 好好吃 而且外皮超酥的 对 那味道真的非常地香 吃起来有幸福的感觉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来 心态卵 它的侧面 这外层是一个酥皮 对 它是叶子的酥皮 然后这中间是什么 中间有凤梨 有椰子 还有寒天 有寒天 有 女生最爱寒天的 因为女生会单心胖 对不对 是 口感 我说真的 刚从第一个吃到现在第三个 口感完全不一样 它咬起来真的很像是 果冻跟蒟蒻中间的口感 答对了 就是这样的 有蒟蒻Q弹弹的 但是又有果冻的松软 然后重点是里面血量非常多 你会以为你是在咬蒟蒻 但是它旁边又会像果酱一样 这样化开 然后浓浓的凤梨的香气 好好吃 这个也好值得买 是吗 来 更厉害的在后面 来 月落霜 这个叫爆浆的起司 爆浆的起司 可是这是蛋黄 不是 它是起司 这是起司 对 告诉你 这个师傅 做这个饼的师傅 得要在冷冻库里面做 因为它比较不会融化 那师傅还好吗 还好 不用每天坐在冷冻库做 有 有必涵的措施 所以他做这个不好做 而且是限量的 真的 很多人以为那是流星蛋黄 其实它是起司 它会慢慢地这样化开来 是很细很细的 然后里面是红豆泥吗 不是 它是红豆加白豆 加白蜂豆 所以它中间的内馅 就是我们一般豆类遇到口水之后 它会慢慢化来 变成豆沙的口感 对 然后中间那个起司 它会化开来像蛋黄一样 对 会融出那个起司的慢慢地香气 对 这个很优雅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那个口感 但是它吃起来是会让你在嘴巴里面 有那个豆沙的香气 跟起司的浓味全部在嘴巴里面 是 我说真的 如果是观光客 我每一个试吃我全包了 因为这几个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个味道是不会重复的 对 光是从那个酥皮到内馅 每一个都是精心调配过 整个在嘴巴里面 你真的没有办法每一个不买 每一个都要买 吃不腻 真的是让你吃不腻 而且重点是我觉得不会太甜 是 就是这些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重点来了 这个是百年的手艺 我们就要叫芝香松饼 尝一点 这个好像以前我们就是结婚的时候 不是都会准备大饼吗 它算是缩小版 对不对 但是它里面的内馅 我们有修改到现代人需要的一个口感 跟营养分 它里面有多种坚果 有丰富的维他命E跟F 那吃在嘴巴不油不甜 一般外面做的这个通常会加一些猪肉 或者冬瓜丁 但是我们这个的话是改良过的版 所以你在咬的时候 以往那种大饼 最担心就会吃到那个冬瓜条 或那个肥肉 就是咬起来口感好像没那么好 但是在这里面 你吃到那个满满的蛋黄的香气 跟坚果脆口的地方 然后还有外面酥皮 那个油脂浓浓的香味 你一样可以吃到 传统最传统那个大饼的味道 但是少了很多的负担 然后口感我觉得最棒的是 它多了那个坚果的油脂香气 跟坚果在咀嚼的时候 脆口那个口感 对的 我这好好吃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华山市场 绝对不要错过这个伴手礼 超多商品都是独家限定 老市场 老味道 大家如果来华山市场 除了超级有名必吃的 豆浆早餐之外 别忘了看看旁边这个摊位 不然你就要错过市场的美味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